各位投资者朋友们 大家中午好 下面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五盘简评 首先来看一下 今天到中午为止的亚太地区的走势 亚太地区走势到上午走完之后 多数时间下跌 葬了比较多的是 瑞兰卡 越南胡志明市 以及新加坡 跌幅较大的是韩国 泰国 印尼亚加达 印度 马来西亚上午走完之后 跌了3.88 跌幅在0.24 其实在早盘讲解之后 就跌破了黄线 之后有反弹尝试回到黄线之上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站住 下午我们需要看 它是否能够突破了一个黄线 如果没有突破黄线的话 今天收音线基本就已经定了 从目前角度来看的话 它还是在这个杨竹1633以上 然后今天的最低到1629 所以说今天如果收盘还收在1633以上 还是可以的 如果跌破1633的话就不好玩了 然后前边这边有跌过两天 然后出现上上 所以说这一次也是跌两天 明天下礼拜一就必须要起 否则的话就走弱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趋势和资金的状况 从趋势角度来看 上涨动能减弱 庄家今天有明显的减少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截止到中午的盘面特征 马果最终收于1631.83 下跌了3.88 跌幅在0.24 其中时间上升的是438 时间下跌的是517 时间平盘的是460 然后从行业的走私来看 我们看到大多数行业都实现了下跌 目前还在上升着的是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oduction Service Consumer Production Service 降伏最大的还是Technology 其次是Telecommunication 然后跌的行业更多一点 下跌较大的是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以及Energy跌0.50 然后Final Service 跌的比较多 跌0.7 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 关于这个Information Technology 它的走势呢 就是启动波动开始加大 但是整体上的趋势状况 还是比较健康的 出现了量价提升的状况 脏腹脚大的0154 0060 5107 然后7031 5036 那0154呢 就是个反弹 0060也是个反弹 5107呢 就有反转的迹象 7031呢 是大牛股 5036呢 基本上是刚刚方红 5195呢 连续上涨 今天散户消失 0120呢 一直保持着强势的上升 0043呢 就是一个反弹 0090的话 还是比较强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Financial Service 银行板块呢 就基本上跟指数差不多 在调整 虽然昨天有翻红 但是说今天中价没有增仓 所以说暂时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 关于Healthcare的话 应该跌幅算是最大的了 是吧 目前几乎是只限下跌的 然后从其实状况来看 昨天就已经是变成青色了 那么今天时间下跌是很正常的 对吧 但是今天像063啊 706啊 713啊 没有怎么跌是吧 下跌比较多的是 像7148 5878 7090 5168 是吧 753 然后我们来看 5168 那它在今天基本上也是翻青色了 对吧 然后像7191啊 是吧 它们有涨一点点 但是趋势还是往下走的 0163也是趋势下降 7106呢 庄家比例有增加一点点 但是趋势是转下的 包括713呢 今天也翻青色了 那到底你自己的股票怎么样 是吧 你可以对照着你的股票 是不是有庄家 庄家是不是增仓了 以及其实状况怎么样 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就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到下面联系方式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非常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赞转发一下哦 明天下午2点到3点呢 我会就手套股的未来啊 会讲到影响决定 手套股未来的三大因素 到底手套是什么样的命运 以及当前市场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热点行业和热点股项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五盘简评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